港澳居民广州健康中心 从开始筹备到今天接牌开业 也就是不足音乐的时间 希望健康中心能够当好 用到大温区健康服务的时刻 一共高品质的港式医疗服务 让港澳居民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这么多年在香港 复诊、医管局、公立医院 觉得今次更加详细、清清楚楚 有问必答 我们之前所能够选择的 香港方面给到我们的只有一间 深圳香港大学医院 现在就多了这里 在我来说我今天十分满意 希望将这个正能量都分享给大家 唯一有些要解决 收费、香港式的医疗券 深圳医院的广东山支援计划 那些就可能没有 我们集团都做过统计在越谷澳大湾区 或者大湾区就是港州、东莞、中山、深圳加盟 大概有五十五万港人 其实这五十万港人 都很需要我们认为 很需要这种他们习惯的港式医疗服务 香港人一定在我的家的楼下 可能就会有个自己的诊所 或者一个伤述长期的医生 但内地其实就相对来说 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医生 去跟随每一个的病人 通常香港人在内地大医院 其实他们不是那么习惯 如何在医院里面去付费 所以这个跟我们和黄保区的合作 就是突破了这个就医的一个难题 譬如你在社会中心 或者你直接来到这个中心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客服人员 有自己的护士 会帮助你在医院里面 去走完整个医院的服务的流程 所以这里有三大特色 第一 我们积极和黄保区政府 现在是探索这个港药 即是常见药 都可以在这里开给我们的居民 第二就是这里有了 所有保险支付的体系 所以你来到这里的话 你有国际的保险 其实你可以直接 可以不用拿钱出来 就直接付费 第三就是刚才我解释过 可以直接在我们有人陪你传流程 去走通整间医院的 你所需的聪务 这个都是一些很大的创新 因为黄保区是我们的起步 下一个我们都希望在整个大湾区 和更多不同的医院 继续合作去 搭建这些港澳居民服务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